新年已始,中國年將近 今天是我們亞美成人日監護理中心協會 搞了一次跟記者的啃談會 我們想通過這次啃談會 首先借用各位新聞媒體的審筆 向我們廣大的僑胞 致以春節的問候 祝大家2023年初年 吉祥如意,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健健康了又一年 回顧在2000年之後 回顧我們這個行業 經過了疫情的洗禮 可以說我們曾經在疫情最初期的時候 做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的勤勞,他們八九十歲了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沒有辦法出門 沒有辦法去吃東西 是我們所有的老人中心 冒著生命的危險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來幫助我們社區的勤勞 讓他們無必要出門 就可以吃到東西 我還記得特別清楚 就是我們中心的 我們幾位工作人員 就穿著防護服 戴著防護面具 那時候基本上你一中招 基本都不死也慘的感覺是 大家都抱著一種 就是說 無懼於生死的信心 和努力去幫助老人送餐 還有我們的司機 就是把每一個餐 送到每一個老人家的樓下 還有新鮮的水果 新鮮的蔬菜 以及他們所需要的生活必需 可以說 在最危難的時候 是我們這個行業 為我們這個社區 為我們祈勞的家屬 孩子們 他們減少他們生活上的負擔 能夠踏踏實實地去工作 是我們這個行業 在照顧他們 回想起這個三年之後呢 回想起我們這一段經歷呢 確實是非常很多感觸 我們這個行業呢 也面臨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大家都看到 在過去的兩三年之內呢 我們有兩三家老人中心呢 由於這個經營的問題 合法性的問題 被FBI政府這個審查 查超啊 也受到很多相關的一些處理 考慮到這些問題呢 我們這個行業在社會上呢 這個口碑呢 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和影響 本來呢 我們是一個非常 陽光 非常 這個 具有正義感 具有正能量的這個事業 就變得好像我們這個行業 是一個 雜論 政府穩砸一個 就是 非法經營的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 這麼一類的 這麼一個 企業嘛 所以考慮到這些問題呢 我們想呢 通過這個 各位媒體呢 能夠跟我們廣大的 這個 紐約的 這個 提老們 小胞們 跟大家說一聲 我們還有正經經營的 團隊 我們還有為老人 熱心服務啊 是用我們的良心 去為大家服務的 這個 中心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聲 不要忘記我們 我們的能量還是 掙得多 對吧 今天跟大家來講 還有幾個事情 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呢 我們期待的呢 我們這個行業呢 能夠大家團結一心 能夠共同努力啊 能夠聘請那些 過去一些不正當的一些 這個 所謂的經營方式也好啊 所謂的這個 就是說不正當的 不合法的一些經營手段也好啊 能夠團結我們的同業 號召我們同業呢 能夠跟我們協會呢 跟我們能夠團結一心 玩手同行 大家共創 能夠把這個事業變成是一個 照樣的企業 能夠讓我們的華人 下一代呢 代代都能夠享受到 這個政府的福利 說到政府的福利 我要講幾個事情 這裡有很多很多這個錯誤的概念啊 就是說我們老人中心是受到 紐約州政府的委託 跟這個長期護理公司簽約呢 是給我們的齊老們提供這個日托福 所謂日托福就是說呢 政府給你們這個費用呢 你要付房租 你要付我們的自己的房租啊 要付這個人工 要給老人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 其中就包括 transportation 這個車接車送 還有這個給老人提供 營養的午餐 早餐啊 然後呢 給他們提供各種各樣的這個 教育服務 大家都看到了我們 有很多課程啊 比如說是電腦課程 書畫課程 太極拳課程 還有什麼這個 音樂舞蹈各方面的 都是為了我們老人提供 能夠提供的 我們都盡可能提供這些東西 這些呢 是我們用政府的錢 來付給這些老師 付給工作人員 付給我們的房東 所以這些費用是很繁重的 並不是說我們這筆錢 拿來是說給老人們發放福利的 或者說是給你們付房租的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錢是政府 通過medicare medicare的 專門這個費用 撥給你們 而我們這塊呢 主要是 給你們提供 就是說 你們離開家之後 到我們中心來 這往返的路程 以及我們在中心裡 所發揮的費用 我們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所以呢 這塊一定要跟大家講 就是一定不要 產生一個錯誤的概念 所以我想通過新聞媒體呢 能夠把這個信息 這個正確的信息 傳遞給我們的其老 今天我們就想通過媒體 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所謂遭陽企業也好 還是西洋企業也好 還是西洋企業也好 我覺得 我們從事這個事業呢 是有效的 合理的運用政府給我們提供的資金 能夠盡量的節省 不必要的支出 讓我們政府這個 給我們集共這個福利能 能夠代代相傳下去 而不是濫用政府的資源 所以現在有些 有些那個 就是說 非法經營的嘛 就是說他們 就是說不論是在 home carry 家庭護理方面 還是從day carry方面來講 都是 有些濫用政府資源的 這方面的 這種行為出現嘛 你比如說 就是說 不必要的支出 不必要的所謂的福利 就發放出去 這樣的話 等於是浪費了政府資源 還有呢 就是在審核 老人會員的資格的時候 也要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 不能是隨隨便便 誰都可以 第一 要中低收入才可以 第二 身體必須有慢性病 你才可以得到這個 長期護理服務 家庭護理服務 和這個 運作服務 而不是被我們 經營者去濫用這些 這些手段的濫用 把他用濫了之後 政府這個錢 越花越多 最後政府就 這筆經費都沒有了 那我們要考慮 我們這代人 把我們這個政府 給你提供的這麼好的服務 去濫用 我們考慮一下 我們下一代 我們再下一代 如何能夠 繼續享用政府 提供的護理 所以呢 我們 AADA的 亞美城市間護理中心 我們現在呢 有54家老人中心 在我們這個協會裡面 我們經常搞一些活動 通過我們跟紐約州政府的相關部門 比如現在我們跟紐約州的參議員 和紐約州的眾議員 Ran King 還有劉春藝議員 我們經常跟他們溝通 我們通過正經的渠道 跟政府呢 得到一些 應該得到一些 把政府的一些信息 和政府給我們提供的一些政策上面的東西 而且呢 我們也要通過我們的議員們來拨亂反正 來幫助我們這個行業呢 能夠走入正軌 所以呢 我們這個行業呢 我們這個協會呢 起到了一個 承上啟下的作用 我們想通過這個行業呢 通過我們這個協會呢 團結我們大多數的網上中心的老闆 教育我們的老闆 教育我們的會員 及老闆 如何來善用我們政府 給我們提供的服務 讓我們合理合法的經營 讓這個行業 就變成是朝陽企業 能夠一代一代傳下去 作為我個人來講 雖然 大家推進我 作為這個協會的會長 但是我個人能力是有限的 我想通過這個協會呢 通過我們在座的各位理事 還有我們很多老闆中心的經營者 能夠理解 能夠完全按照政府的要求去經營 在這兒呢 我再一次感謝 在座各位新聞媒體的朋友 還感謝我們能夠理解 能夠包容 能夠給我們信的那些勤勞 我希望大家能夠通過我們的服務 能夠讓我們的老人家 在我們的中心 在我們協會內能夠健康 健康健康健康的每一天 謝謝大家 好 下面我想請我們幾個副會長 大家談談他們的感受 好嗎 Bernande你先講一下 OK Bernande是我們協會的副會長 OK 各位媒體大家好 還有我們老闆中協會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們呢 是在這個行業 我跟寶哥差不多 我們是算最早來開的 我們 我覺得美國政府要這些老人 要這些 組織這些老人 就是做生意的老人中心的領導 來開發起來 這個項目是為了老人服務 我們做了第三年以後 我就有很多會員 那時候我們是吃飯 唱歌跳舞的課 電腦課 舞蹈課 唱歌課 畫畫課 還有太極課 運動 我們出去活動 出去外面吃飯 出去公園玩 結果三年以後 我們的會員來跟我們講 他們開發會的時候就說 哎呀老闆 我覺得這美國政府太好了 我們 過來美國以後 認為我們退休了 很 就是很 覺得有些人都差一點有憂鬱症了 但是 來了這老人中心以後 他說 我們感覺到 我們年輕了十年 為什麼呢 他老人中心找上車去 把他們接過來 如果是來到老人中心 他們準時的八點鐘開發 他們吃了早餐 活動 活動 活動以後呢 就到中午的十一點半到十二點半 他們又吃午飯 午飯呢還有一些呢 就是身體好的 他們想上課 他們的興趣課 他們還堅持上課 那時候我們大多數是兩點半到三點鐘 他們送他們回去 他們覺得他們一天很充實 也會在活動的時候 他覺得他們幹勁很大 就覺得他很忙 所以他們經常看到我 他們經常說 哎呀我很忙啊 我說是啊 因為又要上這個課 又要上那個課 他說我們就好像我們怎麼 好像我們回去大學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所以他們很高興 然後過了五六年以後 這個行業就出現有些新開的 他們覺得 哎有些打工的 覺得哇我的老闆這樣做嗎 就是老人吃吃飯 玩玩很好啊 他就去找一些人來投資 開這個老人中心了 因為這個老人中心的門檻很低 所以只要有人幫老闆打工 OK 我這裡也不說了 就是幫我做不工的人都有在那裡 所以呢 就怕有一些是把這個行業給做歪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我們在我們的會長毛利的就是堅持下 我們希望所有的老人中心都要一致 就是把這些老人照顧好 讓他們來活動 讓他們來吃好 然後讓他們健康 不用就是因為他們在家裡的話 就是沒有事的話 他們會 身體會衰退 不斷練 嘴角也不好 所以這樣的話 他們就會容易病 然後去醫院 花正火太多錢 我們就是疫情這三年 我們有深刻的感覺到 我們有一個會員原來就是畫畫 寫字 然後跳舞 很好的 哎呀精神很好的 有這麼兩三個人 到疫情以後 他們坐那裡又吃看電視又不動 結果他們就很容易 他們的血壓更高了 糖尿病更嚴重了 所以他們就拼命打電話 說什麼時候開啊 如果是真正想身體好了 一定要是參加活動 後來我們開了以後 他本來他的身體已經很差了 這個疫情 後來開了以後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要求開 所以7月1號我們就開了 我們是第一家開了 然後呢 哇那時候很多人都很怕 但是現在大家 然後他們來的時候 對不起 11年不是01年 我說我們現在這個 開了 那第一天開是7月的21年 好像 二年也去 二年能恢復開以後 開頭剛剛來的時候 老人身體也不是那麼好 然後 開了半年以後 他們現在又 就又恢復他們的精神了 很明顯的 所以呢 我在這裡想 我鼓勵這些老人們 應該為了自己的身體 多一點參加老人中心的活動 然後多一點就是 因為生活很有規律 正點吃飯正點活動 這個是人養生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也很支持我們的會長 他一直也是想把這個行業做好 這個行業其實我們是在為老人服務 讓他們的身體更好 所以我們就是號召大家所有的老人 應該要支持我們正式就是很 怎麼說很 很有正能量的這樣來培養我們老人的活動 還有身體 把他們的身體做好 那就這樣子 就這樣這麼多 說到老人這個 老人中心的變化非常大 三年以後 我看到很多老人 很多人變化太大 就是人一下子就很 然後很痴呆了 什麼以後 然後馬上不一樣了 然後我們通過我們開放 那段時間 馬上人又回到原來那個概念了 人又開始活躍 開始動 所以人是需要社會的平台去溝通和交流 要想長壽 就要運動 就要去溝通 就要參加社會活動 整天在家待著肯定這人 就會很快就不行了 很快就人就氣息各方面都不好了 所以呢 我們在這呼籲老人家 就是要常回來參加這個中心的活動 不是老在家待著這樣的話 就不是好的現象 特別是你也給家裡呢 也造成負擔了 孩子啊 經常會產生一些口角啊 你到這兒來這個平台 你這麼多的空間 像我們這兩萬多次 那隨便到哪兒去晃 都可以就是有自己的空間 是吧 所以我們想通過媒體 歡迎大家 經常來老人家 一定要參加社會活動 一定要參加 有利益自己身體的這些鍵鍛鍊 那我下面請我們這個 另外一位副會長 就是Peter講 他跟我講話 好的 我也講兩句吧 就是說我們老人中心這個行業 一定要合法健康的發展 不但可以保存我們自己做老闆的安全性 我們也要保證我們老人會員的白卡福利 不會受到牽連 因為白卡對老人家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但保護了自己 也保護了老人家的白卡 讓他們可以合法安定的在美國生命 對 謝謝 另外一位副會長 這個小邵 邵經理 剛才寶哥的那個媒體來講 我非常贊同他們的觀點 作為一個就是說 傳統的一個老闆中心呢 我們就是說 在這個疫情中間 也是非常艱難的 是生存下來的 但是就是說 同時也呼籲 就是有一些 就是說 後面加入這些行業的這個同業者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通過 就是說 總結境的方式 來就是說 來 來進行 但這個已經嚴重危害 就是發了那個形象 跟那個 所有行業的形象 那 我們 亞美協會呢 就是也是代表了 大多數的業者的心聲 就是說 已經成立這種 行為要成立下來的 那同時也呼籲 就是大家的 合法健康 專程的手法 然後才能夠 為此 長期長期下去 進行這個行業 謝謝 好 其實我再補充幾句 就是 在於合法經營的問題 所謂合法經營 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 政府的規範來 來運作 而不是說 做那些 我們認為是 絕對是 違反我們這個行業 行規的一些 一些 一些手法 我們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 我跟那個 Ranking 跟這個 劉春藝 他們都經常有溝通 就是說 實際上 現在我們這個行業 已經得到了 充分的 政府 相關的部分 比如說 紐約州政府 Department Region 還有FBI 充分的關注 就是 它已經在 三年當中 出現兩個 發掘了 已經處理了 兩個家老的中心 這並不是說 這只是個案 而且 他們在大面積的 在去 做一些調查 還有大面積的 通過 臥底 通過 調查人員 來做 這個調查 就是說 你覺得 還沒有到 那時候 還沒有到 到的時候 恐怕就是 大規模的行為 所以我們 當我跟他們談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點 說我就 勸我們同行 不要以身 是法 這個結局是非常 淒慘的 大家可以看到 出了問題 不要說別的問題 不要罰款 不要說做監牢 就是你要付的 那個律師費用 恐怕一般人 都很難承擔得了 老實講 說我們 辛苦這麼經營 這麼困難 你去用你的 以身去釋法 造成的結果 對於一個 經營者來講 還有對於老人 剛才 老人們的白卡 對他們來講 有多麼重要 因為這個老人 大家想想 老人的白卡 欠了他的福利 重要是醫療 醫療這塊 我跟你講 這個醫療太厲害了 不要說 我們現在買保險 我這個每個月保險 我們家庭 要將近三千塊錢的保險 就是三千塊錢保險 其實你真看病 長不了多少事情 我是一個老人 一個月的醫療費用 至少要三五千塊錢 多得醫療 所以你這個失去的話 可以說是 真是得不償勢 比如說 如果你去以身釋法 你為了一點 免得那些小粒 而人家丟了西瓜去撿枝麻 這樣做呢 是不是 你覺得這樣做 是不是 很對 或者覺得很合算 從這個角度來 另外 真正出了問題 還不光是你丟了枝麻 丟了西瓜的問題 你也同時要做政府的出發 你想想你的子女 會不會去怨你 會不會去怨你 我們知道有的老人丟了白髮 之後 父母兒女還跟他斷絕的關係 這種情況也有 對吧 所以我們在這兒 也真是勸告老人們 千萬不要為了眼前一點 零頭小令 去把自己後半生的幸福 和生活的準則 全部都喪失了 下面請我們的另外一位理事 謝謝 請我們講一下 謝謝 老人中心 是一個 可以給老人提供 身心全面發展 很好的一個場地 所以我們很多老人 他有的是醫生的 之前是醫生的 因為長期的話 就是沒有跟生命接觸 所以身體機能慢慢退廣 現在得了 嚴重的抑鬱症 然後他們在我們中心活動 幾個月以後 他完全就是 停掉他的藥 我都不需要去吃藥 他可以很正常的 和人交流交往 所以我們希望說 把這個行業 能夠很好地保存下來 大家合法地去經營 我們想跟我們的前輩們 學習好的 我們互相交流好的經驗 能夠把他這個行業 很好的經營下去 不要就是說 產生一種惡心競爭 去用一些不合法的經營手段 就是讓老人家 失去這個活動場所 這是對老人家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場所 謝謝 下面請我們這個協會的副秘書長 安娜將來 我們的中文不太好 我是覺得呢 我們的老中心呢 現在開了 很多老人也恢復了 我們關的時候 很多都 全部這個老人自帶啊 都變成很嚴重 更有很多都走了 但是現在我們開了 很多回來了 他們也是 好像他們說也是 蠻高興 變成越來越健康 我就希望我們這個行業 可以做下去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行業 給我們的老人 因為很多年輕的人都是要上班 他們沒時間來照顧他們的父母 就老人中心呢 就白天可以去吃他 來我們老人中心 上課 學東西 有營養的早餐 午餐 有時候晚餐 如果他們是在下午的時間來 我就希望我們可以保持這個行業 給大家的老人來享受 謝謝 下面 新聞媒體 你們幾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說 今天 找到這個機會 我們想今天 對我們剛才講的一些看法 還有什麼建議 還有什麼大家 有什麼需要 不大 我們不大清楚地 需要我們給你們解釋 解釋 我之前看那個起訴書 就是關於法阿勝 有一家老人中心 涉及白卡欺詐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員工 就是跟那個白卡持有者 非法賄賂他們 那假如那個白卡持有者 遇到這種 就是非法賄賂的情號 就比如說 你給我一點那個 反現的現金 然後這樣問 你本人也不用來 然後你只要收這個錢就可以 那如果老人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你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怎麼回應 或處理這樣的問題 這個剛才提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今天想通過 新聞媒體的 這個通過 這個大部分 通過讓網上的這個老師們 知道這個 法律上這個概念 就是說 一旦你拿到這個現金 等於你已經 你已經超過你白卡的現額了 因為白卡現額現在 剛剛提升到1500 在過去1100 那你超過1500之後 你實際上在本人 已經沒有能力 去拿到政府的 等於說呢 你參與這個 不管是給予者 還是受予者 都是觸犯了這個 這個 州政府的網上 你這樣的話 就是另外你不來 本身就是一種 欺詐的 因為你沒有來 你怎麼可以證明 你沒有任何服務 政府這個錢給你 這個錢給你是讓你 給老師提供服務的 是你到老師中心的 你不來 這就是一個欺詐 實際上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建議就是說 無論是業者 還有我們這個 騎老師也好 一定要懂得 知法 守法 同時呢 能夠充分利用 政府給你提供的福利 不要去濫用 是利用不是濫用 所以一旦濫用的話呢 問題結果 是很麻煩的 再者說呢 如果說我們同業當中 同業者如果我們 繼續 執迷糊糊走向企圖的話 其實很多人是被迫的 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我知道現在整個行業呢 能面臨很多挑戰 但是說 如果你要是 這樣磁迷 這樣走下去的話 這個行業呢 早晚是要斷崖式的 毀滅 總有一天會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 要客觀的講 我說我今天要站出來 不是為我個人 而不是為我自己的 兩三家 老父親 我是希望我們這個行業 能夠平平安安的 安安穩的人走 對我 無論是最經營者來講 對我們的老人家也好 對老人家家屬 特別是對我們華人社區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的社區 這個家庭護理 日拖護理 這兩三已經變成非常吃重的 一個行業 因為每一家基本都有 要不然就是你有老人家 要不然就是你有這個護理員 從事護理工作 要不然就是你從事 daycare這個老人中心的工作 是吧 基本上差不多很多家庭 在我們的社區當中 都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一旦這個行業 被政府一鍋端的話 那這個行業 我們整個的華人 很多就失去了 一個經濟上的知數 還有這個老人的福利 那麼你子女如何去 她的身上班 老人 躺在床上 誰去照料 所以這些問題呢 我們大家事不定 再考慮一下 今天把她放在桌面上 大家不談好像 覺得好像 這是啊 胡來胡說 我拿著沒有所謂了 拿著什麼東西 反正我給你無所謂了 但是走下去之後 等哪天政府去打掃盪的事 你現在不達注意這些問題 將來很可能會這樣 這樣走到那一天的時候 你後悔 墨急了 所以我呢 真正是在這兒 勸大家 一定要 一定要看到這些問題 就是 不要去 再做那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個大家應該 在我們協會的引導之下 大家能夠 團結起來 想法文 如果能夠把這個行業做好 做穩 做得長遠 我想不 這個行業 老人中心呢 也有這個 護理中心跟藥房 現在 在老人中心 有一些是走外的 有一些護理的中心也是走外的 好像 有一些是護理跟老人 分這個錢 或者這個家庭的人 他們其實只是拿這個工資 不做 不幫父母做護理的 也有藥房也是 閉著 沒辦法也要給錢 就變成不是只是老人中心 是老人中心 藥房跟護理中心 這樣呢 會影響到老人呢 這個福利全部沒有的 我就希望大家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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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老實講 紐約州政府已經知道所有的情況 包括我們老人中心的狀況 他們接到的一些困難 每天接到很多很多 我們要得到信息 我來講 Rahn King 專門負責 紐約州 專門負責 這個 Community PUMITY 對老人中心的 行政 他說 我們 州政府 完全知道 無論是 日外 公固 公監 公司 他們現在正在調查當中 而是還沒有採取大部 大量的行動 所以今天我们想通过这次谈谈会 跟我们一起跟大家讲一讲 千万不要认为Ecosam是傻瓜 Ecosam其实非常非常聪明 他只是说任何调查任何遵律都需要 take time 通常两年三年甚至更小的时间 但一旦他们行动的时候没有商量 就像我们现在发生的两期 他已经拿了足够的证明 为什么当时他忘记你 他有内线的 他不是乱来的 他们是有证据的 所以拜托了 也有一些是比如一个护理 五六个老人 他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 只是去你的家里 用这个手机来打钟 就走了 就去别的地方了 一个人哪里有 一天只是有24个小时 你哪里可以做这么多小时的护理啊 这一行是影响到大家的 那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欺詐问题 你有什么联系方式或是 或是指报啊 我们通常都是通过 通过到 红尔半ids的地方 包括红尔半ids的地方 或者说约到 约到这个 约到今岸的报告 都是可以的 希望了我们 这个社会能够 能够以观众那些方面的事情 因为这个行业可能会危机到我们这些老人的养老, 危机到我们这个行业的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 我们其实协会的我们这几个主要负责人非常担心, 非常期待着大家能够真正能夺坐下来, 能够网上政府的规则去做,是吧? 我们经常在一起来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这段时间很辛苦跑到弗洛克林, 我们跟各个区域的负责人去谈, 想办法能够看看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也希望新的媒体能够体谅我们这个行业, 能够帮我们做一些正能量的宣传。 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 如果你们需要做系列的报导之类的, 我可以配合你们, 我们可以通过你们来采访。 比如说我们13号, 我们老人终于就准备在王正好里搞一个大型的请老人吃, 吃饭过年吧, 我们就是年底要吃饭吧, 然后这是我们老人进行才艺表演, 各种各样的才艺表演, 魔术啦, 京剧啦, 乐队啦, 还有什么舞蹈啦, 都是我们老人自己这些没有爱的请令, 任何人, 这都是说明我们这个老人中心, 是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program, 能够提升老人对艺术的, 对生活的一种向往, 对艺术一种追求, 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老人中心去经营, 才可以让我们这些老人, 就好像是说越活越年轻, 心态越来越健康,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一份上, 我们就对得起周政府给我们这些钱, 也同时对得起我们这个行业, 对得起这些老人的子女孩子们, 对我们的期待, 对我们的信任,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凭着良心, 凭着这个热心还不够, 还要凭着良心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想问一下, 那你们写会现在还招新的, 就是老人中心的城市? 对,我们一直都有, 我们从一开始, 成立协会只是七八条枪, 到现在五十几家, 反正现在一直都有西者会员加入, 其实呢, 我们这些会员也是一种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大家就是, 我们的理事都是要付出很多精力, 付出很多付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 我觉得这个行业就需要我们, 这个大家呢, 共同的付出, 你, 只有你, 这个, 只有你, 要有人去付出, 才有可能把这个行业, 这个, 跑到这个, 道路上来, 因为现在很多问题, 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去, 客户去, 去挽救,是吧? 我想知道, 就是, 协会, 在协会里面的这些老人中心, 大大, 都是合法的? 不一定,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老实际上, 问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协会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去真正去, 呃, 做这个, 没跟人说, 你一定是合法的, 因为呢, 这个行业呢, 有很多, 很多这个, 潜规则在里面, 所以有, 有每个行业, 每个网络中心, 可能都有一些, 当经营的手段, 但我们现在, 呼吁大家, 就是现在, 一旦政府查到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呼吁大家呢, 不管你是在合法进行好, 还是你进行, 某种程度的, 这个不合法的进行好, 大家现在, 必须要, 团阅起来, 按照合法的进行手段去做, 是吧, 所以呢, 在协会内部呢, 我们做很多, 这方面的, 协调啊, 包括, 沟通啊, 包括我们采取, 这个, 午餐会的形式, 和大家聊天的形式, 来通过, 这些形式呢, 我们, 来跟大家, 传递, 这个, 应该正能量的信息吧, 咽什么, 哦, 我好像, 我好像研究过这个, 好像你们的这个日投中, 比这个政府, 直接到洋洋洋, 是存很多钱的, 实际上我知道, 对, 政府所以说委托大家, 就说有些人可能, 原来赢投小利啊, 给钱啊, 给的还能领油啊, 什么是吧, 很多不正当, 现在就是说, 呃,希望那个, 就是合法的是吧, 不要搞那些, 外面鞋道是这个意思吧, 呼吁, 呼吁大家, 一起合法来经营是吧, 啊,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如果一旦被取消, 个人那个, 这种, 白卡的话, 就是终身不能再去, 哦, 所以说, 另外一个问题, 刚刚您谈, 您谈到就是说, 这个, 关于政府的这个, medicare的费用, medicare的费用问题啊, medicare的费用, 长期物理计划呢, 其中有很多, 嗯, 嗯, 比如说, 就是这个, 还有医院的, nursing home,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daycare, home care, daycare, 还有一个就是, medical model, 嗯, 还有 social model, 所以这个, 这些, 所有的 program当中, 我们 social daycare, 是政府花最少的钱, 对, 起到作用最大的, 反而是省钱的, 对, 首先, 这么说, 政府给你花了一点钱, 你可以说是, 就是九牛一毛的钱, 他呢, 可以让我们呢, 能够照顾好老人, 这个整个, 从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 到他们吃完中午饭这段时间, 我们帮助老人, 帮助政府来照顾他们, 他们可以减少了很多, 比如说减少很多, 去看医生的时间, 减少很多, 没事儿, 老人一痛苦, 马上又要去医院, 去急诊室, 这些机会, 同时呢, 也减少了很多, 比如说, 由于造成高血压啊, 由于造成慢性病, 造成就去, 马上就去紧急治病啊, 或者怎么, 一下子就不行了, 由我们这个老人中心, 在这儿照顾那些老人呢, 第一呢, 医生可以拿到第一手的, 比如说, 那些老人, 是吧, 就是老人怎么样, 我们看老人不舒服了, 然后血压, 血压高了, 赶快去医院送到医院, 去看看病, 减少了很多老人中, 其他的住院的这些风险, 所以呢, 我们给政府, 给的medicare, 包括给我们这个家属, 给老人, 都提供了非常非常有效的, 有价值的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政府啊, 非常简单, 政府也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多一点的时间给老人, 但是由于资金他们的有限, 通常来讲, 它就限制我们一定的天数, 一定的这样子, 而且他们通常就是付我们这个, 就费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对于哦, 再重复一点, 确实, 我们这个行业的给政府省了多钱, 是省钱了, 对, 省了很多钱, 我知道我研究过这个, 对, 而且你老人们到这来以后, 但是政府是鼓励这个, 鼓励大家做这个的, 就是说合法经营, 好, 谢谢, 我刚刚看到那点, 就是说, 让你承认护理中心, 之前在那个起床规章制度, 是去给护理中心提供的做指导, 现在已经出台了吗? 对, 现在已经基本上, 在finalize整个, 我们的合约就是, 其中就包括呢, 我们这个老人中心的 daily operation的一些, 就是我们如何来遵照政府的要求去做,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所有这个, 每一个social daycare的这个, 这个owner, 如何来按照我们这个协会, 等下他提出的要求, 来去, 就是守则了, 守则, 就是一旦你签了约, 那么你就是这个协会员, 那我们就, 协会就有权利来指导你, 有权利保护你, 同时如果你委了约, 我们也有权利替宠你, 这样子, 所以这个协会将来我们, 我们就像, 希望能够把它, 我们逐渐在跟政府来过, 我们逐渐地把它变成, 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执照化, 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我们有这个, 就是这个, bargain power, 就是我们一旦跟帮业公司谈, 谈瑞的时候, 将来我们希望能够跟帮业公司直接谈, 以我们协会的名义去跟他谈, 能够提升我们这个协会的这个, 这个, 经济能力和整体的这个运作能力, 还有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 这些协会, 我们同时可以给我们老人, 可以提供整体的这种, 比如说, 将来我们可以, 统一来订货, 统一来跟超市, 统一来跟那个餐馆合作, 这样的话呢, 可以减少很多, 这个, 这个成本, 成本上的这个负担, 我们也可以, 大家一起来, 来开一家大的餐馆, 或者一个超市, 我们可以, 按照我们自己这个经营手段, 来, 给我们老人出现提供服务, 当然, 诸如此类吧, 我们的协会将来很多事情, 但是, 我们这个, 万里长城, 你要走, 踏出第一步和第二步, 所以, 我们终过这一段时间, 现在, 我们觉得, 我们必须要去找, 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所以, 我们现在, 基本上, 估计, 可能再有一两个星期, 可以出来了, 这样子, 还有, 我想补充, 就是, 我们这个行业, 我也希望, 我们能够长期的做下去, 就是, 我们要违法, 不管我们老人中心的老板, 还有, 就是, 长者, 还有他们的子女, 都要, 懂这个法律, 这个, 白卡, 是, 低收入, 而不是说, 老人中心, 你去了, 就拿福利, 这样呢, 有一些老板, 可能也是新开的, 有一些, 新移民, 或者是, 他们是, 不懂法律呢, 还是, 他们就是, 故意, 要, 竞争, 而且, 这样变成给老人, 传达一些, 就是觉得, 哦, 你不用来, 我给你钱, 我们分钱, 这个是很, 不符合, 不符合这个政府的规定的, 政府给你钱, 或是让你跟老人分, 而是让你照顾好这些老人,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孩子和老人都要懂的, 这政府给这个钱, 是让老人中心, 让你一个地方去活动, 把你的身体搞得好, 然后不用去, 呃, 经常有病, 吃太多药, 呃, 住院, 这样花, 这么多的钱, 把你的身体, 也搞得不好, 而且, 子女也应该, 跟, 这些父母, 讲清楚, 不是说, 哎呀, 没有钱交房租, 去老人中心, 分一点钱交房租, 或者吃饭, 其实, 这个老人中心, 是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开的, 这是政府给这一点, 还有以前, 不是前年, 不是政府要砍掉这个, 家庭人做护理的吗? 后来他现在是, 暂时停一段时间, 但是他在等一段时间, 他们要限制这个工资, 到几百块一个月了, 所以现在是很高的, 我听说一个孩子, 照顾两个父母, 做他们的护理, 他孩子做工作的, 但是他只是打一个中, 上班, 下班, 他其实没有做护理, 他一年赚六万块, 政府都知道, 他们想砍掉一个月, 只是几百块给你了, 但是这个是迟早有这个, 他们有些做四十多个小时, 这个情况就是被做烂了, 做烂结果, 我鼓励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对, 不能说你一个上班, 然后再做这个事, 因为孩子, 他们孩子做一份工, 然后有一些去打那个, 性经贡, 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不管了, 这个我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我觉得, 我要提到的问题,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希望呢, 我们同业呢, 真是能够大家, 同仇, 不是同仇避开, 大家应该团结一心, 然后能够按照政府要求去做, 没有别的, 就是很简单, 这个事件, 按照政府要求去做, 就做长久, 你自己乱做, 最终肯定是要死的, 这个生意做不长久了, 所以政府就要, 我跟你讲, 现在政府已经在砍了, 就是政府, 大家想一想, 纽约州, 每年这个medicare, 每年队伍亏空的, 联邦政府是给补充的, 你现在据说, 联邦政府不给补充了, 就是你别人我差20亿, 联邦政府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 只能从你这个, 各方面去砍这个钱, 你别人现在可以, 老人可以有40个小时的medicare, 前一段时间, 就已经被人砍到20个小时了, 或者怎么样, 你将来呢, 老人中间, 那些人跟你说, 三天就变成两天, 变成一天了,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很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我们滥用的话, 结果就是这个结果, 结果没有做到大家,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看到这个问题, 一定要特别的看到这个问题, 对啊, 还有就是, 如果有个次会长啊, 什么那个市的名字呢, 因为我知道, 张慧成, 你期待的, 等一下我提供给您, 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 现在, 自去年以来, 都政府呢, 就, 只要是针对, 要把老人中心, 护理中心, 做一些那个调查, 那呢, 我们, 很多的那个, 中心都是困惑, 可是呢, 在, 在很多, 互养不知法的情况之下, 要求了业子, 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业子天天受到, 很多很多的老人家的威胁, 可以要学, 啊, 这是, 的确是很为难的事, 我希望, 通过这个, 呃, 事情, 所有的老人家, 跟那个, 用, 知法, 尊重法律来做, 任何的事情, 让这个行业, 发展社区, 对老人家的身心, 健康有好处, 对政府的财政, 也是有好处的, 我, 希望, 这一个, 呃, 活动, 也希望, 呃, 唤醒所有的老人家, 真的, 做好他的, 呃, 工作, 嗯, 开开心心来玩就行了, 不要有抱什么的, 那个愿望, 啊, 交房租, 什么都不是我们的责任, 是他自己的责任, 啊, 政府有给他们, SSR, 粮食券, 都有补助给他, 这方面是, 补助给他们, 还是关于活动, 便不是给他们交, 租金, 便不是什么之类的, 他们都误导了, 啊, 希望, 啊, 那个, 有机构给他们, 教会他们什么, 真正他们的福利, 谢谢, 谢谢,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好多的, 那个, 老人中心的, 嗯, 叶子呢, 根本没有一个地方, 就, 随便住一个五百六百, 做一个地方, 把人送好了, 就送到某一个中心里面去, 把它过在一起, 这件事非常不合法的, 这是按照, 呃, 保险公司的那个规矩是不合法的, 所以希望, 啊, 以前做个人, 立刻停止, 不然的话, 会误导, 误导很多老人街, 啊, 进去不合法的, 啊, 老人中心是不对的, 因为老人中心, 对于规矩, 最少要, 啊, 3000以上的, 才合法的, 并不是五百六百, 一千都合法的, 希望, 啊, 这些, 呃, 非法的, 要立刻停止, 谢谢,